欢迎再回来快乐向前行 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 开始相信了自己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 绽放着所有的美好 成为一道光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 你的存在就是希望的源泉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 成为他人的灯塔 在黑暗中一点为光 也能成为引导的力量 你的每一个行动 都可能成为别人的救赎 保持心中的善良 这世界需要更多的温暖和关爱 你的一句话 一个微笑 都有可能是别人绝望中的一线曙光 当你坚定你的信念 你也许正在给予别人寻找方向的勇气 相信自己的力量 心累的时候 想想那些因为你而受益的人 在你的光芒中 他们找到了前行的勇气 压抑的时候 深呼吸 想想你的善良如何温暖了他人 在你的善良中 他们找到了希望的火种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束光 不仅照亮自己的道路 也为他人带来希望和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光芒 我在等风也等你 大自然里充满疗愈的元素 我们随时都可以想象自己是其中的一朵云 一朵花 一片落叶 一道流水 或是让你可以寄托心灵的其他 在那样的想象中 我们学习大自然的无欲无求 无思无念 也得到了美好的放松 最好的放松是一颗 时时刻刻都愿意交托与沉浮的心 圣而为人 每天要处理要面对的事 既多且烦 如果不能游刃有余 不知不觉之中 就累积很多的压力 那样的压力是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的 因此 放下世事掌控的心 不必追求完美 承认自己的有限 愿意沉浮于上天的旨意 愿意把自己交托给宇宙 是让自己随时随地 都可以立刻放松的上乘心法 万法唯心灶 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意念 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法 最终都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内心 放松也是如此 静坐就是进入自己和自己在一起 然后消融自我和存在在一起 静坐是静心的基础 是回到内在的核心 与宇宙意识合一 静心是让身体放松 让心情平静 让思绪止息 在无念之中 观照内外世界 没有头脑的运作 没有情绪的介入 没有过去与未来 只有当下 纯然的觉知 你想要的一切 爱 喜悦 平安 丰盛 幸福 都是由静心而来 当你的心安顿了 外在的世界也就安顿了 因为静心 你没有迷惑 没有犹疑 没有恐惧 你的内在随时都有一个更高的我 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当内在静止 心灵的焦距才会清晰 也才能听到内在的声音 因为静心 你不会寂寞 不会想找人来填补你的不安 你宁静 喜悦 时时刻刻感到的是 内在的风盈 是超越一切的平静 静心的人会有强大的内在 不管外界发生什么事 都无法破坏内在的宁静 所以静心的人有一种 独一无二的美 因为静心是一种美丽的生命品质 静心的你举手投足 都是优雅的姿态 行住坐卧 也都是自在的流动 静心所造成的正面影响 不仅是主观的体验 也是客观的生理事实 科学界早已证实 静心时从DNA脑波到神经传导物质 都会全面提升 带来健康的身心变化 所以静心不只带来平静 还会为你带来健康 这是彭树君老师的 相信今天会有好事发生 今天节目就进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上快乐向前行的官方联书 欢迎祝福您拥有爱的正能量 翻转生命实现梦想 我们下礼拜天同一时间 韩生电台快乐向前行节目 空中在归 而且是发生 Zither Harp